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15号的新京报的报道 虽然会发出合理区间的苗头 中国政府该出手的时候就会果断出手 他强调 今年全球经济形势异常的复杂 要更加主动作为 并要求与会的官员要抡起金箍棒应对挑战 根据15号的新京报的报道 李克强在新春假期之后首次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表示 猴年一看一年全球经济特别是各国股市急剧下跌 也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挑战和新的不确定因素 随后他话锋一转表示 即使全球金融危机迫在眉睫 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挑战中成长 会越战越勇 他指出一旦中国经济真的出现滑出合理区间的苗头 该出手时就会果断出手 中国设立经济合理区间的标准 包括经济成长率约为7% 李克强表示 在去年股市会是异常波动 断然拆掉炸弹 避免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采取稳住市场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而今年全球经济形势异常复杂 所以要更加主动作为 由一文传播的子卡病毒继续在全球扩散 世界卫生组织鼓励有疫情的国家 可以考虑使用新技术来控制蚊虫的生长和蔓延 包括适用转基因的蚊子来减少蚊虫的滋生 世卫组织正在加紧确认 子卡病毒是否与出生婴儿罹患小头症有直接的关联 世卫表示 若子卡病毒会导致婴儿小头症的假设成立 对人类及社会造成的后果将非常严重 他们鼓励受子卡病毒影响的国家 交替使用传统跟最新的方法 来强化灭蚊的措施 而世卫组织提到的新方法包括 释放以转基因方式培养的 已经绝育的雄蚊 到野外跟瓷蚊交配 以制止蚊虫的滋生 但是先前就有环保组织提出警告 表示这种转基因灭蚊的方法 可能会造成的后遗症目前仍然未知 因此不宜贸然使用 同样是跟医疗保健有关的消息 日本现糖饮食减肥法的权威 作家佟山秀树日前因为心脏衰竭而猝食 得年61岁 而他所提倡的减肥法也引起了各界的广泛讨论 日本媒体15号的报道指出 佟山是在本月5号离开神户市的家 6号早上在东京一家饭店的房间里被发现死亡 死因使心脏衰竭 尽管无法证实他的死亡跟现糖饮食法有关 但仍然引起广泛的议论 所谓的现糖饮食法是三餐不吃米饭 面包、面类、马铃薯等等 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食品 而多吃鱼、肉等蛋白质 而不仅是糖尿病的患者 有些想减肥的人也很喜欢采行这种饮食疗法 日本糖尿病学会表示 作为长期性的饮食疗法 没有足够的科学根据可以确保这种饮食疗法具有安全性 目前也不推荐这样的饮食疗法 佟山秀树出版的减肥书集也在华人世界上销 他标榜现糖饮食减肥法不吃主食 一周快速减肥6公斤 减重无痛苦更不会腐胖 此外佟山也出版了许多给中老年人看的减肥书集 他曾经说不需要医师就可以克服糖尿病 国际空运协会IATA警告说 民间急剧增加的无人飞机 正对航空安全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实际威胁 有必要施行法规来加强管制 以免发生严重的事故 IATA表示 无人机的数量正飞速暴增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去年下令 重量超过55磅的无人机都必须要登记 而一个月内登记的数量就达到了30万架 IATA理事长泰勒表示 无人机构成的威胁还在眼镜当中 因为民间现在才开始发掘这种科技的许多潜在的非军事用途 可是这方面的发展非常的快速 所以全球迫切需要实行一贯的管制法规 目前专家最担心的就是无人机可能与商业飞机相撞 并造成悲惨的后果 泰勒指出这是实际的问题 很多飞行员已经报告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无人机 IATA最担心的是在机场附近低空飞行的无人机 因为他们可能威胁到起飞跟降落的飞机 航空管制当局也希望确保无人机使用的无线电波段 不会干扰到航空交通管制系统 纽约巴德学院无人机研究中心就表示 2013年的12月到2015年的9月 该中心记录到921件无人机与有人驾驶的飞机 在美国空中遭遇的事件 而其中有36%属于近距离遭遇 再把焦点转到弯曲 由联邦疾病控制中心CDC派遣的专家小组 昨天抵达了普拉奥特 将进行为期两周的研究调查 并且与社区领导人士以及当地的医师开会 讨论防治普拉奥特的青少年自杀问题 Santa Clara县政府表示 普拉奥特去年再度出现青少年卧鬼自杀潮 县府卫生局官员就与CDC联络 希望联邦能够提供协助 这次前来南湾协助的CDC代表 都是预防自杀的专家 他们将与县卫生局的医师合作 搜集南湾从2008到15年的青少年自杀的资料 包括自杀未遂者在内 普拉奥特在2014年10月到2015年的春天 有4名高中学生自杀 4名学生当中又有3名是华裔 而Gang High School从2009到2010年的元月 更有连续5位学生 于市区的East Middle平交道卧鬼自杀 自从去年自杀潮再度爆发之后 普拉奥特的学校已经自行采取了多项因应的措施 Gang High成立了学生支持保护组织 普拉奥特也在加州火车铁轨两旁加高了安全泥巴 并雇佣保全人员 而学区与市府也提供各项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询的服务 东湾Fremont市政府计划在南部的Warm Springs地区 大规模开发老人住宅 将包括有500套公寓 独动屋还有一座社区中心 而其中有将近五分之一的老年住房将会是可负担住宅 这批老人住宅将由非盈利机构伊甸住房Eden Housing来管理 Fremont市议会将在今晚的会议当中讨论这项开发计划 都市规划委员科瓦尔斯基表示 这项开发计划将使Fremont增加90套可负担住房 伊甸住房机构将获得免费的土地 该市还将新增一座15000平方英尺的老人中心 都市规划委员会表示 这一批住宅将建造在Missionford Court 与Walm Springs Boulevard大街之间的五块土地上面 其中四块地目前是工业建筑 中低收入老年住户 渴望在2018年的8月份入住 Fremont市府将从城市住房基金当中分出697万元 加上43万7千元的联邦可负担住房奖金 投入这项开发计划 而市场价的住房将从2017年开始建造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